这样的话呢,我们接着往下做啊,接着往下做,其实做这个布局呢,实际上我们刚才练习那些东西什么,对这些都是有什么呢,实际上原理都是一样的,是不是这样的啊,原理都是一样的,先是大整块的,再是小块的,这些细化啊,实际上是什么呢,我们的什么呢,那个布局的支持是要不停的重复,是吧,不停的重复使用啊,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下面这块怎么做啊,好,我们把昨天那个拿过来啊,那个, 上这个,上这个拿过来,好,那么我们来看一下啊,上这个我们做到了是这个,五六天啊,好,把这个再拿过来,拿过来就放在这里来啊, 好,上这个我们就坐在这里了是吧,坐在这里啊,接着我们来往下看啊,那么接着在看的话就是下面这块内容是吧,下面这块内容的话就是一个,应该是一个主菜单,主菜单,然后这个菜单里面有一个,这个是相对于它的是吧,那下面的话是有一个这个,这样的一个什么分类是吧, 手页,然后手机生鲜,这个手机生鲜的,这个应该是跳到什么呢,我们手机的一个什么呢,那个网站上面去啊, 手机网站应该是比这个PC单的网站稍微简单一点啊,后面我们还会做一个手机的页面的啊,手机页面,就是马上要学的,就是H5的移动端页面的制作, 那么还有一个抽奖的,这应该是一个活动的页面是吧,活动页面啊,好,这样的一个什么呢,这样一个结构啊,那么看一下它下面有一条线吧,这条线是什么,就是什么,就是一个什么,两边顶格的话,是吧,那么这条线的话可以什么,做到整个外面一个容器里面去,是吧, 然后是看一下啊,好,我们来量一下这个,整体的这个是, 这个高度是40,然后宽度是200,是吧,高度是40,宽度200啊,我们整体给一个大的容器,然后这个大的容器宽度是100%,然后给一个这个,给个这个边框,是吧,给一个底边框就行了,是吧,给一个底边框啊,好,这个底边框应该是两个像素的宽度,是吧,两个像素宽,好, 这样我们来写一下啊,那么这个的话,再来写一下它的这个,好,写一下,那么这个是,好,这个是主菜单是吧,好,这个是主菜单,是吧,好,这个是主菜单, 拿一个DIV,是吧,拿一个这个的话,可以写一个什么呢,拿一个main menu,啊,main men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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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nu,然后是con,是吧,这样一个容器啊,好,这个容器我们可以先写下来啊,这样一个容器的话,那么就是写它的样式,是吧,在这个main.sign.sign.s里面,啊, 好,那么写一下,这个main.sig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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s 然后是两像素实现 然后这个颜色是 点一下前景色 然后这个吸一下 把这个颜色拿过来 复制 那么这样的一个冰框 是吧 这样一个冰框就做好了 然后接着它上面有一个什么呢 这个40的什么呢 这个200宽的一个 40高的一个色块是吧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色块 这个色块和这个文字啊 和这个文字的话 整体的应该是也是在 也是在这个1200的这个范围之内 是吧 整体的在这个范围之内啊 在这个范围之内 是吧 那么的话我们还是外面给一个 给一个容器是吧 给个容器啊 把它框在里面去啊 框在里面去 好 那么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整体的一个容器的话 拿一个 好 这里面给个容器啊 比如说拿一个这个 这个点什么呢 这个 拿一个center啊 center 然后con是吧 前面是不是有一个啊 centercon啊 这个拿个centercon 02吧 是吧 因为这个呢包括两块内容 是吧 所以不好用语义化的东西来 是用方位的什么 这个词来写它的样式啊 那么这个的话应该是什么呢 它整体应该是这样子 是吧 我们来写它的样式啊 它的话就是 它的应该是宽度是 1200px是吧 好 高度的话是40啊 然后给它一个背景色 大家看一下啊 白光的 给它来个什么呢 要来个够的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是吧 那么这个的话应该是什么呢 刷新一下是吧 它是不是这样子啊 圣等C102啊 这个应该没有存吧 好 再来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是吧 是不是这样子啊 这样子一个啊 这样子一个呢 默认它是靠主了吧 那么现在我让它什么呢 要跟着上面水平居中 是不是这样的 会起吧 那么这个怎么写啊 相对于它水平居中怎么写啊 margin吧 margin margin0O2吧 上下0左右O2 是不是叫居中了 O2啊 好 这个是不是叫居中了 居中了是吧 接着来做这一块和这一块吧 这一块是吧 这一块的话 那么来看一下 这一块的话是 全部商品分类啊 这个的话应该用一个 H标先来做啊 H标先来做 那么的话 这是一个标题 类似于是吧 这个的话相当于是什么呢 应该是这个属于H 这个logo可以理解为H1啊 那么这个可以理解为H2 H2 好 我们可以用H2来做啊 那么这个的话是用一个H2 H2啊 好 这个是全部商品分类啊 分类 好 接着的话里面还有一个 右边有个菜单是吧 右边有菜单啊 好 这个菜单的话 我们可以用这个UL来做是吧 那么是UL UL 然后是Li啊 然后里面的A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然后的话这个里面是 拿一个文字吧 比如说这个是首页是吧 首页 好 然后一起乘以一个三吧 一起啊 一起的话是三个是吧 好 一起乘以一个三啊 好 乘以一个三 好 这样一个结构吧 是吧 这样一个结构啊 好 可以把它写一下啊 这个是手机生鲜抽奖啊 手机生鲜 好 这个是抽奖是吧 抽奖 好 这样两个结构是吧 这样两个结构啊 好 这两个结构写上去的时候 它们俩肯定是不能排在一行的吧 因为它们俩都是快元素吧 肯定上下排是这样的啊 都是快元素啊 那么一样的 我把它浮动一下就行的吧 是吧 好 把它浮动一下啊 比如说这个 写在这里也可以啊 写在这里也可以 写在外面也行的啊 好 那么我们可以写在外面吧 写在这个地方来啊 就是C1-02里面的 H2吧 是吧 好 H2 然后它怎么呢 来个float 来个left 是吧 left 好 然后它的宽是200 是吧 200px4 好 高度的话是40px4 好 背景色的话 来一个这个 跟它这个颜色是一样的吧 它跟这个背景色是融在一起的啊 好 这个的话是这样子的吧 这样一个H 是吧 然后的话 它里面这个文字来量一下啊 文字是水平垂直居中的 而且是白色是吧 好 这个文字啊 14 然后白色是吧 看一下有没有加粗啊 如果这个按下去的话是属于加粗的啊 这个没按下去是表示不加粗的 好 看一下啊 呃 这个是14啊 然后我们来写一下 这个是现在的水平去中吧 text line 你给它来个center吧 好 然后是给它写一个吧 font是吧 font 然后是normal是吧 然后是这个是14px 然后是防高是40是吧 然后是亚黑吧 是吧 好 这个写完之后看下效果是吧 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 好 还有一个color是吧 color就是白色是吧 好 也是一块块的做啊 这一块是不是做好了 现在做这一块吧 这一块的话那么就是三个li 是不是这样的 三个li啊 三个li 而且有竖线是吧 有竖线的话 像这个竖线我们可以什么 用这个竖线的字来做吧 那么我们这里换一种方法来做啊 假如我们用这个线来做 不是用这个border来做 是不是可以啊 用border来做啊 好 那么每一个 每一个这里面的什么呢 每一个这里面的li啊 li的话可以这么做啊 li的话那么 好 每个li我可以给他一个什么呢 给他一个40ps 是不是可以啊 然后给他来一个float 来个left 那么他是怎么样 每一个li是不是左不动啊 怎么就排在一行吧 好 每个li排在一行啊 好 那么li里面的a 是吧 li里面的a标签是这样的啊 l里面a标签啊 好 这个a标签的话可以这么做是吧 那么这个a标签我可以把这个 把这个什么border写在它上面是吧 border写在它上面啊 好 大家来看一下 我首先把这个里面的a 这个里面的这每个a标签啊 每个a标签 假如说我给他的 给他的这个 好 好给他的讲的时候我把他要支持宽高是吧 支持宽高的话可以怎么样呢 呃 支持宽高啊 好 支持宽高的假说给他来一个display 给他来个block 是不是变得快了是吧 变得快啊 好变得快了之后 那么的话 我把他来一个line height给他来个40啊 他是不是就垂直居中了是吧 垂直居中了啊 好垂直居中 是吧 垂直居中之后那么每一个a之间的话我给他一个 给他一个panding是不是可以啊 panding啊 panding上下不给左右给个10px 但是他是不是就怎么样就撑开了是吧 撑开了吧 就撑开了啊 好 然后每个a给一个什么呢 每个a给个border right 是不是可以啊 border left也行吧 border right也行啊 好我给个border left 大家看一下啊 border left啊 border left的话是假如说一像素10线 给他来个什么颜色是吧 颜色的话那么就是 看一下啊 这个是用字写的是吧 这颜色是一样的是吧 它跟这个文字颜色应该是一样的啊 颜色是666是吧 666啊 好 666啊 好666之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线啊 刷新一下 这个线是不是太长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所以这个a标签啊 不能给这么 不能给这么高是吧 a现在是什么啊 用line height 我们line height给到40 它的高度是变成40了 最好不要给这么高是吧 不要给这么高啊 那么我不要给什么 给line height40啊 好我把它的a的这个高度 给它限制一下啊 给它限制成这个 限制成14是不是可以啊 这是不是14啊 好 我高度给它一个14 是不是可以啊 14pfs啊 好 14pfs之后再看一下啊 那么这个的话 再来看一下它是不是这个线 是不是可以了 线可以了是吧 线可以之后 那么这个线的话 嗯 好 这个线的话啊 线好像跟这个什么呢 字没有对齐吧 是吧 线跟字没对齐啊 线跟字没对齐啊 是因为这个a末认有含高啊 末认它有含高啊 那我把它含高 也设为这个14就可以了啊 14pfs 那么这个线跟这个字就可以对齐了 好 再来看一下啊 这个线是不是跟这个字对齐了啊 但是现在这个这个整理的字应该是垂直居中吧 是吧 那么把它用margin把它撑下来是不是就可以了 是吧 那么的话 整这个是14 整理字40 那么就是26是吧 26的话是13吧 13啊 给它一个margin top 给它来个13 这不就可以撑下来啊 13啊 好 刷新一下是吧 是不是可以撑下来的 是吧 好 它们这个字之间的这个间距好像不止这个18 好 大概量一下大概有多少 是吧 多少啊 有22是吧 我们给20吧 一般是UI给这个时候 一般点整数 UI一般会给整数啊 那么呢量一下22是因为什么 UI有时候没有做做的太急确 对吧 没有 没做太急确啊 这应该是20啊 那么的话应该是给个20 是吧 20啊 好 那么这个时候刷新一下是这样子的吧 这样子啊 好 这个 它的颜色再给一下是吧 A的颜色给个什么呢 666吧 跟这个颜色是怎样的啊 跟这个线的颜色是怎样的啊 好 刷新一下是吧 好 刷新一下之后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什么呢 那么最左边是不是有条线呢 是吧 这个是难看的 是吧 按照这个没有线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来看一个技巧啊 我们把怎么样呢 把整体的往左移一下 是不是可以啊 来个margin left margin left 给它来个-1 是不是可以啊 -1px 啊 -1px之后 然后怎么样 整体的这个是不是移过来了 好 然后把这个ul怎么样 给它来个overflow hidden 是不是就可以了 这个应该是 这个是吧 con里面的这个ul是吧 来个这个就行了啊 好 这个点center center 然后con02是吧 然后里面的这个ul吧 ul的样式还没给是吧 这个样式样子就没给啊 好 这个ul的话 那么的话 一样的啊 给它来个什么呢 来个float啊 float来个lap的 好 lap的 这是个ul吧 ul啊 那么为什么给个lap的话 是不是ul怎么样呢 ul要什么呢 跟它怎么呢 排在一块啊 那么如果你不给 不浮动的话 这个ul是不是跑到它的位置上去了 啊 等会儿会跑到它的位置上面去啊 好 它也给个ul啊 好 那么的话 它再给一个什么呢 overflow 给它来个hidden 是吧 看一下啊 这个怎么样呢 刷新一下 这个是不是没了 就是它怎么把它裁掉了啊 把这个 多出去的那个地方给裁掉了 这是个这种这种技巧啊 是吧 这个技巧啊 好 同样的 那么我们这个背景色可以怎么 不要了吧 这个整体的这个啊 这个背景色就可以不要了啊 好 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这样子啊 然后每一个这个字呢 给个hover吧 是吧 给个hover啊 好 这个color给它来个 警号f808 都捅用这个颜色就行了 是吧 我们捅用这个hover的颜色啊 好 这个颜色 好 那么的话 这个是不是就做好了啊 就是这个 用这种原理来做的啊 好 接下来的话 我们来看下面这一块啊 下面这一块的话 就是这个 知识点比较多 是吧 这一块的话 这一块做好之后 基本上 这里面基本上用到 我们学的所有的知识啊 这一块啊 学的所有的 不学的知识都用上了啊 好 那么大家看下面这块怎么样 下面这块是不是 这几块都不都一样了 是吧 我们只要把这 这两块做好 这个页面基本上就完成了 是这样的啊 所以说有时候做页面 也不是那么 那么痛苦啊 是吧 你做一块可以复用 是不是这样的 可以复用的啊 比如说头和尾 也可以什么 也可以复用的 我们的 一个网站的头和尾 是不是都一样了 如果你把头和尾做完 是不是所有页面 都会用这个头和尾啊 是吧 那一块的 那块的工作量 也做好了 是吧 好 接下来我们看 就这么这一块 是吧 这一块的话怎么样呢 也实际上是有三大块组成 是吧 这一块 这一块和这一块 是不是这样的啊 三大块组成啊 好 这三大块的话 我们先写啊 先来写 然后这三大块的话 可以写什么呢 写这个 比如说这个 三大块的 它的功能都不一样 然后我们还是用方位词来写吧 比如说再来一个 Center啊 Center 然后是C-O-N 然后这个是03吧 是吧 03啊 大家 这个不要重名 是吧 好 这个是应该是 然后还是什么 这个是什么 二级菜单吧 二级菜单啊 二级菜单加上什么呢 幻灯片 是吧 幻灯片 然后还有什么呢 广告吧 广告啊 右边那个是一个广告 好 这个实际上是三块啊 大家记得也是这样 这么做啊 先做大的 再做小的啊 先把三块 把它做出来 是不是可以啊 把它摆好啊 比如说第一块的话 是一个什么呢 菜单是吧 我可以写的 给它一个什么呢 比如说是Sub menu 是吧 Sub menu 然后是C-O-N 是吧 这第一块吧 好 第二块的话 给它一个什么呢 slider吧 是吧 slider 第二块吧 好 第三块的话 给它一个ADVS 是不是可以啊 ADV的话 是广告的意思 是吧 ADV有一个单词叫Advertise 是吧 Advertise是广告 是吧 那么这是简写吧 简写 好 把这三块先做好 是不是这样的啊 大家记得啊 那么看到有人 不是他已经坐到前面去了啊 坐到之后 他小的跟大的 没有区分开啊 早是不好调了 记得先把大的 先做好了之后 再做小的 这样比较好什么呢 比较好什么 这是 大家思路可以很清晰 是不是这样的啊 一步步往下做嘛 啊 你别先做小的 再做大的 这个就可能 有时候不好调了啊 这思路也打乱了 好吧 这三块先做好 然后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写样式是吧 这个点Center 是吧 Center 然后是CON03 是这样的啊 03的话 那么它的宽 应该是什么呢 1200吧 1200啊 好 高度的话 高度的话 来量一下 是吧 高度的话 整体的高度 就是这个啊 整体的高度 来量一下 那么 从这里拉下来 是不是这样的啊 高度应该是270吧 270啊 高度270 是不是270啊 270啊 好 这里也可以看吧 是吧 270啊 好 高度270像素啊 好 给它一个背景色 大家看一下啊 哪个够的吧 好 背景色啊 好 其实写出来的时候 是这样子的 是吧 是不是这样子的 然后它要什么 还是居中吧 居中啊 居中一样的 是吧 马给吧 马给 上下0 左右 O2 是不是就居中了 好 居中 好 居中完之后 大家看一下 是吧 这样子的 好 这一大块先做好 一块块的做 好 再做这三块 是吧 那左边这一块的话 是一个什么呢 是一个stop menu 是吧 stop menu C1 好 这个的话 它的宽应该跟上面宽一样 什么样的 这是不是200啊 宽 200px 是吧 然后的话 高 高是270 是吧 270px 好 给它一个背景色 然后来一个green 是不是可以啊 好 然后先给它背景色 然后的话 这三个db 想排在一行 怎么样 需要浮动吗 浮动啊 浮动可以直接加在里面 是吧 比如说这个fl 是吧 三个都浮动都可以 都左浮动都可以啊 fl 是不是可以啊 好 这是第一块 是吧 好 第一块 这个是不是做好了 一块块的排啊 好 再做第二块 是吧 第二块一样的啊 第二块的话 是个slider吧 是吧 点slider啊 slider的话 那么宽是多少呢 宽是 看一下啊 好 把这个视图打开 看一下啊 显示这个切片 这不是有个切片呢 那么我们用切片 也可以看这个大小啊 比如说 我用这个切片 选择工具吧 好 我双击这个切片 是不是可以啊 双击它可以怎么样 看它的名称 也可以看到大小吧 这个地方是不是大小啊 这是第二种 两尺寸的方法啊 用切片切完之后 你双击它 也可以看它的大小啊 这个宽度是什么 760吧 760啊 宽 760px啊 好 高度是270px 然后 给它背景色 给它来个pink吧 好 看一下啊 那么这第二块 也大概来做好了 是吧 第二块吧 是吧 好 现在看第三块啊 第三块的话 是一个adbs 是吧 adbs 好 那么它的宽的话 应该是多少呢 它的宽的话 来看一下啊 好 同样的 我双击这个 是不是可以啊 双击它啊 宽是240吧 240啊 好 宽240px啊 高是这个什么呢 270啊 好 然后背景色 来一个什么呢 color吧 好 再来一个 那个什么什么什么 这个 light green 有没有这个色 light green 刷新一下 是吧 是不是可以啊 可以 好 就是说这三块内容的话 摆好之后 再做小的 是吧 这样的话就是比较 什么呢 有规律吧 有顺序吧 不会错啊 不会错啊 大块先排好啊 怎么排呢 先给背景色 先把它排好 看一下 这个什么呢 有没有什么 错位的啊 或者哪个地方 卡住了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这些情况啊 那么就一块块的来做 是吧 先做这一块的 那么现在 是吧 那么就做这个细化 是吧 细化这一块 是不是这样的啊 细化这一块的话 就把这一块什么呢 敲开吧 敲开来做这一块 是吧 好 这一块的话 那么怎么样呢 它是应该是什么 整体的应该是 是一个什么 这个 二级菜单的列表 是不是这样的啊 列表的话怎么样 还是用UL LI来做吧 是吧 ULLI来做啊 好 我可以什么呢 先把这个 切片先把它 关掉啊 好 整体的那么就是 我们来看一下啊 那么每一条 是吧 每一条的话 它是什么呢 它是这边有边框 这边有框 这个底下有边框 是吧 上面没有吧 我们可以什么样呢 用这个边框合并也可以啊 那么实际上 现在每一条什么呢 每一条可以就上面的 这一条就可以了 是吧 这一条上面没有啊 这一条上面没有 那它就这个 上面这条的底边 是不是这样的啊 底边啊 好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每一个什么呢 每一个用LI来做 是吧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整体的 整体的这个宽高 是多少 是吧 好 我这个量的话 是把边量进去了 是吧 整体的宽应该是 200 那么减两个边 应该是198吧 高度的话 应该是44 是不是这样的啊 44啊 44 198和44啊 好 大概先分析成这样子 是吧 好 那么的话 实际上我们这个 DMV可以怎么样 改成UL吧 是不是改成UL 也一样啊 是吧 因为我们的UL 和DMV一样用吧 因为我们已经 把样式重置了 是吧 已经把样式重置了啊 好 这样改完之后 实际上也一样了 是吧 没问题啊 没问题啊 然后里面有什么呢 多少个LI啊 123456 六个是吧 好 LI 然后里面 里面是什么呢 应该可以链接吧 那么里面 A是吧 A的话 然后是怎么呢 然后这是一个 新鲜水果 是吧 新鲜水果 新鲜水果 好 那么的话 整体的乘以一个 什么呢 乘一个6吧 是吧 好 这样子啊 不对啊 扣起来乘一个6 是吧 扣起来乘个6 是这样子的 好 这样子啊 好 整体扣起来乘个6 然后的话 每一个 UL啊 每个UL下面的LI 是吧 那么大家记得 把样式写在一块啊 比如说是 sup什么 menu.con 那么 你把这个样式 这个LI的样式 也写在它下面 是吧 sup menu.con 这个是吧 它下面的LI 是这样的 它下面的LI 然后它的宽是什么呢 198px 高度是44px 然后的话怎么样呢 有一个像素边框吧 border border的话 然后是 一像素实现 给它拿一个什么呢 这个颜色是 怎么 吸一下吧 来吸一下啊 好 那么的话 点 先点前几色按钮吧 把它这个地方点一下 是吧 点一下 然后这个是 这个颜色吧 复制过去啊 好 好 然后这么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效果是吧 刷新一下啊 那么是这样子的吧 这样子啊 那么很显然 这个中间是有条双线的 是吧 我们把每一个的border top 给它取消掉啊 border top 比如说来一个 每一个border top top给它来一个 0px啊 那么这个时候应该是刚好了啊 刚好 刚好是什么呢 44 45是吧 每个是45吧 每个是45的高 是这样的啊 44的高吧 加一个像素的 这个边 就是45的高吧 45的高 乘以6 就刚好是270啊 刚好是270啊 好 这个的话就 就这么做了啊 那么我们可以 这个ul的 这个什么呢 ul的背景色 可以把它取消掉啊 这个背景色 可以先不要 这个 好 这个背景色 可以先不要了啊 好 背景色不要的话 那么接着是 透出整体的背景色吧 整体背景色 我们可以 也会跟它拿掉了啊 拿掉不要 那么就是整体的 这个703的背景色啊 这个也可以不要了啊 好 大概是这样子了 是吧 是这样子了 好 这样子的话 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的话 这每一条呢 每一条是不是有一个什么呢 左边有个图标啊 右边有个图标 是这样的啊 好 那么这个图标的话 我们给背景的话 是每一个只能给一个背景啊 是吧 比如说这个 我给它一个li 我给个这个背景的话 那么这个背景 是不是不好放上去啊 好 我们可以怎么做呢 把这个箭头的这个 怎么 给到li 是不是可以啊 然后的话 把这个图标 给到a标签 是不是可以啊 就可以了 是吧 a标签的话 我们想怎么样 等会做到这么 这么大吧 那么整体都可以响应 是不是啊 这比较好啊 是吧 好 那么给到li 是吧 给到li的话 那么我们就li上面 给背景吧 好 背贯了是吧 然后是url 这个是images里面的 那个什么呢 点点杠吧 images里面的这个什么 icons吧 icon 好 同样的是什么呢 来看一下啊 这个icon 是我们把它 把它打开是吧 打开一下啊 打开一下 那么就是这个 是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用哪个图标呢 要用这个 好 下面这个箭头是吧 我们把它给到背景色吧 好 怎么给背景色呢 在这个上面什么 点新建一个图层吧 把这个图层拉下去啊 拉下去 好 拿一个什么呢 选一个什么 深一点的颜色吧 然后的话怎么样 在这个背景图层上面 激活这个背景图层是吧 直接编辑填充是吧 填充这个前景色 确定是吧 这都是不方便我们看的 好 那么你在做这个操作的时候 千万不要存啊 不存就行了是吧 你不存储的话 这个图片是不会变的 不会变啊 我只是方便我看是吧 好 这个箭头表面呢 在这里是吧 在这里啊 好 在这里的话 那么大概的我可以量一下是吧 这个 大概是 三百九十九 应该是什么 四百吧 是吧 四百啊 四百的地方 是这样的啊 四百的地方啊 好 那么我们来来一下 这个 先给他一个 写一下是吧 那么就是先写个left吧 left 然后是负四百 是不是这样的啊 负四百px 负四百的话 他这个图是往上面提 是不是这样的啊 往上面走啊 然后给他一个 low repeat 是吧 low repeat 好 那么这么给完之后 先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吧 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好 刷新一下 是吧 这款出不来 是吧 好 left 来看 low repeat sip menu 上面 Li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如果这个出不来的话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检查一下啊 检查一下之后 看一下 那我们可以点到Li上面来啊 点到这个Li上面来 然后是这个 这个图片应该有啊 这个图片 好 再看一下这个效果 这个 background 然后是我们先把它 这个拿掉看一下啊 拨拨 拨拨 里面的Li 拨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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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刷新一下 是吧 这个是不是有了 是吧 有了啊 有了应该是那个 负400 不对啊 负400 呃 看一下啊 left 来一个 负400 好 来一个负400啊 400pxc 然后low repeat 是吧 low repeat 好 这样写完之后来看一下啊 刷新一下 然后我们还是在这里来调吧 在来调是吧 调这个Li啊 调每个Li是这样的啊 调每个Li的话 把这个负400把它 点一下是这样的啊 点一下 然后调一下它的上下是吧 好 好 这是那个雪花吧 看一下啊 好 大概是382 382是这样的啊 382 这个箭头是不出来的啊 382啊 382 382是吧 好 那么这个箭头 它出现到左边 现在是要放在这里是吧 那这的话我们得怎么样 不能写left的吧 还得写这个数字把它移过去吧 好 移多少 这个是应该可以精确的量了是吧 好 大概移多少呢 从这里 从这里到这里是吧 179吧 179因为我们放了一个像素 应该是178吧 是吧 每个这个图什么 旁边还有多一个像素啊 那么的话就是178 是吧 178px 好 再来刷新一下啊 那么这个是不是放好了是吧 这个是382好像 384吧 384啊 384啊 384 好384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这个就可以了吧 可以了啊 可以之后 那么这个的图就放好了是吧 接着我们来放每一个这个A标签的图是吧 A标签图啊 那么我们希望这个A呢 是整体的这一块都可以响应吧 现在这个文字可以响应是这样的啊 那么最好我们把这个A转成什么 转成块是吧 那么就可以整体响应啊 好 那么这里面的A是吧 这里面的A Li里面的A是吧 好 Display给它来个什么呢 Block吧 转成块了啊 宽度是 宽度给不给啊 宽度不给的话是什么 宽度就是整体的宽度是吧 高度给一下 高度44是吧 44px2 好 然后的话 这个A里面的什么呢 文字的话 我给它来个line height 44 是不是垂直聚中呢 垂直聚中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刷新一下 是不是垂直聚中啊 接着这个字里距离 这个地方是不是有距离啊 那么用什么呢 可以用什么 好 这个距离可以用什么 Padding 如果用Padding的话是算好啊 Padding是不是要算它的宽度啊 用什么 还是用手环收近比较好吧 手环收近啊 好 这个宽度是72是吧 那么 手环收近 这个地方多了一个像素啊 应该是71是吧 然后拿一个Text的Text的Indent是吧 Indent给它拿个71 71个像素啊 好 71个像素的话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是不是 说过来了 是吧 说过来了啊 而且这个时候 你如果用Padding 你得计算吧 用Text Indent直接就不用计算了啊 好 这个时候的话 那么文字给一下它的颜色和大小吧 这个文字的颜色是什么呢 是这个333吧 是吧 333啊 好 那么的话 大小是14是吧 好 颜色是333啊 好 大小是14的话 可以不给 因为这个14怎么样 是不是可以继承这个14啊 好 继承这个14啊 好 这个颜色给完啊 这个颜色给完之后 那么这样子的是吧 刷新一下啊 好 接着的话 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每一个怎么样 每一个里面是不是有个图标啊 图标啊 我们先把这个图标给上去是吧 图标就给到A标先 是这样的啊 好 Background的是吧 好 可以把这个烤过来吧 烤过来啊 烤过来的话 那么就是 这个可以先写个Left的是吧 Left的啊 好 那么 这个 这个怎么套不直的话 那么大概是这样子 是吧 先把这个苹果放上去吧 是吧 这个苹果啊 这个苹果啊 好 大概是放到 放到这里 是不是这样的啊 你放到这里 它是顶的格了 是吧 大概是放到这里啊 这个是90吧 先给个90啊 好 这里给一个90 90 90啊 好 这样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这个A标签 它的这个 是不是这样子的 是吧 好 这样子给完之后 那么的话 它这个苹果距离 这个还是有距离 是吧 那么可以量一下啊 量一下 好 这个距离的话 那么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这个大概是什么 34吧 34 我把它边线量了 33是吧 那么这个地方是33啊 33px 好 这个量完之后 看一下我刷新一下 是吧 这个是不是放好了 好 但是的话怎么样 每一个图标应该是不一样的吧 现在是放了统一的图标 是吧 那么的话每一个怎么样呢 要单独给个样式 然后怎么 给它什么 给它一个 background position 把它调的这个位置不一样就行了 是吧 然后的话每个单独给的话 只能这么给是吧 单独给的话 那么就是 这个再给一个什么 class吧 这是来个icon icon02啊 icon02啊 好 好 刚才我要干嘛呢 就是说 如果说你害怕你的这个icon02 如果有重名是吧 那么再怎么样 按住什么 按一下ctrl加f是吧 可以把这个icon02找一下 是吧 比如说icon是吧 是不是有这个是吧 icon02啊 你找一下看有没有重名的啊 我刚才是想找 看有没有重名的 没有重名的才好 才方便我们写吧 是吧 好 好 那么的话这个的话 写下啊 那么这个时候是这样的 是吧 我们可以限定一个范围吧 这个里面呢 什么呢 点什么 点icon02吧 icon02 好 那么的话把它都加上去是吧 这是icon02啊 03啊 04 06啊 好 那么这边写完之后 23456是吧 写好之后 那么我们来写一下这个 这个样式是吧 这个02啊 好 我们是写他的background position吧 background啊 background position 然后是 可以 然后是左右的话都是 大概都是33啊 有的不是33 有的缺一点啊 有的是小一点 为什么呢 因为有的图表快一点 有的图表窄一点啊 那么这个是要调一下的啊 大概先左右的话 先给个33啊 那么的话 这个的话是-90是吧 -90吧 我们知道每个图标 大概格的是50吧 那么这个大概是-140吧 -140px 是不是这样子啊 这样子啊 好 这个给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啊 第二个是吧 第二个的话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这个是不是这个啊 这个是吧 好 这个给完之后 接着再调其他的啊 再把它复制下去是吧 03 04 05 06啊 好 这个2 这个是3 这个是4 啊 这个是第5 6啊 好 接着每个给他加50 是不是就行了 每个加50 这个是什么 198 好 这个是240吧 好 200 280是吧 加50是吧 290是吧 290啊 340是吧 340啊 340 10 好 好 好 这个写完之后来看下效果是吧 刷新一下啊 那么大概的是不是摆好了啊 大家都摆好了啊 摆好之后那么有些细微的地方需要调一下是吧 比如说这个是不是要过来一点呢 是吧 这个要过来一点啊 比如说第二个 因为这个比这个苹果宝宝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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宝 有多一点 是吧 鸡蛋的话是 应该是 零 零四吧 是吧 零四啊 零四的话就三十 三十五吧 好 三十五的话刷新一下 是吧 稍微过去一点 是吧 啊 这个就要微调一下啊 然后这个 这两个好像要稍微下来一点 是吧 这个稍微下来一点啊 这个 雪花的话稍微下来一点 三百四十 三百三十八啊 好 刷新一下 是吧 稍微下来一点 这个也稍微下来一点啊 两百九十 两百八十啊 八八 是吧 好 再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吧 好 这就做好了啊 大概的就调一下就行了啊 调一下 好 这个是这样一个菜单吧 是吧 这样一个菜单啊 好 这样一个菜单 好 那么的话 稍微的我们再给一点响应吧 比如说hover的时候 是吧 hover的时候可以什么样呢 再给它一个 改 给它改变一个颜色吧 是吧 比如说这个hover的时候啊 hover的时候给它一个color 然后是这个锦号f80吧 f80啊 好 刷新一下 那么这个是不是有这个颜色啊 好 这样子啊 好 这一块是不是做好了啊 好 这一块做好了啊 好 这块做好了啊 好 这块做好就接到我们来做这一块吧 做这一块啊 好 这一块的话是什么呢 它是一个什么 这是个幻灯片是这样的啊 幻灯片啊 幻灯片啊 幻灯片的话 它这个什么呢 它这个要用到我们的什么知识点呢 就是关于这个什么 定位的一些知识点啊 比如说这个幻灯片什么 它默认是一个这个图片 实际上还有东西隐藏起来的吧 它默认是什么呢 默认是有这些东西隐藏起来的啊 这是幻灯片的隐藏啊 比如说它有左右的两个箭头隐藏起来 是不是啊 那你来说应该把左右箭头也做上吧 是吧 那么这个左右箭头是不是盖在这个图片上面呢 所以说你做这种盖的什么 这种效果怎么样 只能用什么定位来做吧 是这样子啊 好 包括那么还有这个点是吧 这是不是也小圆点呢 小圆点的话也怎么样呢 用这个定位来做啊 好 那么的话我们这个呢 我们目前怎么不能让它动起来啊 我们大概的把这个结构先做出来 好吧 后面的话我们学戒牙石头怎么样 告诉大家怎么把它动起来 好吧 那么先把它结构做出来啊 好 结构的话那么大概这样子是吧 结构的话那么就是先什么呢 这个slider吧 slider先有什么结构呢 先是那个图片的一些列表吧 图片的列表啊 图片列表的话先用ul来做是吧 ul 然后是li 是吧 li里面然后再什么呢 每个图片是不是可以做链接啊 每个里面可以用a标签是吧 a标签再把什么呢 再包上imagi吧 好 这样一个结构啊 好 这个结构的话 我们先大概的做做个两张图或三张图吧 啊 假如修先做 好 在做程序的时候 我们再具体的把它实现一下啊 先做个假如说来个三吧 做三张图吧 好 这样一个结构吧 好 这样一个结构 然后这个是imagi是里面的这个什么呢 slider吧 slider啊 好 这个是什么呢 换灯片啊 换灯片 换灯泡 换灯片 好 图片我们用同一张吧 好 这样几张图片吧 这样几张图片啊 那么的话接着还有什么结构呢 还有什么结构呢 那么这个结构里面应该还有左右的什么呢 这个箭头啊 左右这个箭头 那么每个箭头的话单独给一个div就可以了 是吧 或者给个a标签也行是吧 那么实际上的话这个是不做链接的吧 是吧 它没有做链接应该是 箭头是不做链接的啊 我们实际上可以直接给个div就行的啊 比如说这个div呢 它的样式是perview 这是表示前一张图片 是吧 好 再来一个div啊 这个div的话是next 表示下一张图片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两个div写好啊 接着是再来一个什么呢 这是下面的小圆点吧 这些小圆点啊 就是这里面小圆点 小圆点的话我们可以怎么样呢 再用一个ul来做也可以啊 比如说ul 然后是li 然后是乘以一个 总共有几个 假设三个 那么你就做三个呗 好 我们这里把几个全做出来吧 一二三四五六 六个是吧 六个啊 好 乘以一个六 好 那么按理来说是这个应该跟它对上的吧 是吧 这里有六张图 这里应该有什么 六个点是这样的啊 对 好 那我们这本放一下吧 好 这样子啊 六个对六个是吧 好 这个做好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啊 这个的话可以给它一个 这个 呃 class等于一个什么呢 拿一个slider啊 好 那你这个不是跟它重名的吗 是吧 那么这个改一下吧 改成con嘛 是吧 con啊 容器啊 好 这个改一下记得里面也要改啊 里面也要改一下 这个是slider -con 是吧 好 就改一下啊 好 这个改一下 那么这个的话给它一个class等于一个什么 point 是不是可以啊 point 啊 好 那么我们想一下这个每一个点是吧 这六个点是不是有区别啊 大家看一下 第一个点是不是这种颜色啊 这种颜色啊 好 好 这种颜色的话我把第一个点给成一个class等于一个什么呢 active 是吧 这是激活了吧 激活的一个点啊 好 好 这个结构就写好了是吧 结构写好了啊 好 结构写好之后来看一下效果是吧 那么是不是这样子了 我们是不是放六张图进来了是吧 放六张图进来了啊 六张相同的图啊 好 接下来的话我们要做什么呢 那么就做的是关于先什么呢 先是 就是 做第一个定位是吧 那么实际上我们做的时候怎么样呢 是把这些东西都定位啊 这个也定位 然后 不是吧 啊 这个定位是吧 这两个也定位 然后这个也定位 然后这个也定位 都是用定位做的啊 什么这么做的是吧 这个定位的好处什么呢 他就怎么样 他可以让他什么呢 改变他的left的值可以怎么 可以让他什么动起来是吧 我们来写一下这个啊 这个slider con里面的什么呢 slider吧 点slider是吧 好 那么你如果说想他来定位的话 他怎么样 他是不是也要定位啊 负集是不是也要定位啊 负集的话来个什么呢 就说我子集要相对于负集来做参照 进行定位怎么样 负集什么呀 也需要定位吧 负集来个position 来个什么呢 relative是吧 然后负集的话来个什么呢 position absolute是吧 absolute 好 然后这个 这个宽度啊 好这个宽度我们可以先写这个啊 假设先写这个 我们先写写一个宽度给大家演示一下这个效果啊 比如说这里有六个是吧 六个的话每个宽度是760是吧 760啊 那么六个乘760是多少啊 可以这么算一下啊 那运行啊 运行啊 运行里面有个什么呢 CALC啊 这是个计算器啊 好 然后是什么 760乘以一个6是吧 等于多少 4560是吧 4560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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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4560PX啊 好 那么的话 高度的话怎么样呢 高度给他来一个什么呢 来个这个 来个 278 270PX啊 好 那么这个的话是相对他来进行定位的啊 这个相对他来进行定位的啊 这个相对他来进行定位的啊 然后的话给他来一个 来个什么呢 来个left是吧 left来个0啊 然后top也来个0啊 top来个0 好 然后这个slide里面的每个li啊 然后就左扶动一下啊 先左扶动一下 好 里面的li 来个float 来个left是吧 好 那么来看一下他是不是排好了是吧 好 这个再刷新一下 那么每一个什么呢 这六个是不是排好了啊 排了六个是吧 排了六个啊 只是说这六个怎么样呢 其他的什么 溢出了吧 这些东西都溢出了吧 是吧 溢出了啊 溢出之后这个负集给个什么呢 给个overflow hidden 是不是就可以了啊 overflow hidden 是吧 那么这个就是什么呢 刷新一下 是不是就放好了 这么放了啊 那么如果说我们想做这个东西 动的话是怎么做的 实际上就是用什么呢 用这个程序改变这个left的值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演示一下啊 比如这个u啊 是吧 那么我想做它动的话 把这个left的值 改变一下 是不是它就动起来了 是不是就动起来了 是吧 是不是这么动啊 这个改变的太慢了 是吧 稍微快一点是不是就可以啊 换的面就是这个效果 是吧 改变这个left的值 是不是就动起来了 后面我们会讲到用程序什么 调这个left的值 就这个效果 是吧 现在的话我们就做成这样子就行了 先做成这样子 这是它的原理啊 好 那么这个什么呢 幻灯片就做好了 接下来做这些箭头吧 这箭头啊 一样的啊 箭头的话 那么一样的也定位 是吧 定位来做啊 好 接下来的话是做那个什么呢 做这个 这个 Proview是吧 Proview Proview和Legasit Proview和Legasit 那么就是这个 Proview 然后他们两个有公共的是吧 那个是的啊 好 我先把公共的样式写出来啊 然后他们两个也是定位啊 position absolute 是吧 那么的话他们两个就是相对于什么呢 相对于这个负极来进行定位吧 相对于这个负极是吧 看一下这个结构啊 大家先看一下这个结构 这个的它的负极是哪个啊 是他吧 是不是这样的啊 它的负极就是他啊 他怎么样呢 是相对定位吧 他是相对定位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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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的话 他们两个就相对于他进行什么 可以参照吧 是吧 好 那么的话啊 好 嗯 这两个公共的是这样一个是吧 然后的话 好 然后他们的宽高应该都是一样的啊 那么他们怎么是两个箭头吧 箭头就用什么 背景图做上去啊 背景图的话是这两个图啊 最底下面这两个图 是不是这两个图啊 这两个图啊 好 你量一下它的宽和高啊 这个是 宽度是15 高度是24啊 宽15 高24啊 宽15 宽15 好 高是24啊 好 那么的话 那背景图的话就是这个图吧 背景图的话就是这个图吧 背景图的话就是这个图吧 url 然后是这部什么呢 images里面的 是吧 点点还是images里面的这个icons 是吧 好 然后是这个是 left 是吧 这个我们没有放那个像素吧 好 top的话是多少呢 这个时候应该可以精确的量啊 这个应该是450吧 是吧 450啊 这多了一个像素啊 好 那应该是负的450px 是这样的啊 然后low repeat吧 low repeat 好 这个的话定位好之后 那么它是定位是吧 定位的话我们先放一下是吧 好 然后top也是0啊 top也是0 好 这两个写好之后我们来看一下它的效果啊 好 来刷新一下是吧 这两个是不是放到上面去啊 是吧 看见没有都放到上面去了啊 left的0 top的0是吧 好 那么我们接下来要调它们的位置吧 它的位置啊 调到位置的话一个是在这里是吧 也在这里啊 那么的话来看一下它的位置 这个的位置的话是 好 这个是122吧 122啊 左边是11是不这样的啊 11啊 122的11啊 好 这个的话 嗯 left的是11px啊 套调是什么呢 122吧 122吧 好 好 再来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这个是到这里来了 好 有人问了你这个 为什么它可以盖在这个图片上面呢 为什么 我们没有设这个层级吧 那为什么这个层级比它高啊 因为它的代码里面怎么样 是不是后写的啊 这个是不是后写的 这个是先写的吧 后写的代码的层级应该比先写的代码层级高吧 所以盖在上面啊 是这个原理啊 好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么这个 这个 这个 那个是的吧 那个是的啊 好 这个那个是的话 那么稍微有点不同是吧 它首先它怎么样呢 它应该不是这个图片吧 它是下面这个图片吧 是不是它属于下面这个图片呢 下面这个图片啊 下面这个图片的话 再看一下啊 好不错 这个图片是吧 这个图片啊 好选择 然后变换选区把它拉下来啊 应该是500吧 是吧 500啊 500的话那么应该是它的什么呢 再写下它的外观的position吧 外观的position 啊 position是什么left 然后是-500吧 500px啊 好 这个是lex的 它的这个什么呢 是不是这个啊 然后它怎么样 它也放到这里来吧 好 放在这里的话 那么怎么做呢 那么它实际上是这个 好 那么可不可以写right啊 好不能写right啊 写right的话 那么它的left值不能覆盖掉 明白没有 是吧 这个覆盖的这个left是不是零的 啊 所以说我这里写left 是不是可以了 把它默认的left 你给它覆盖掉啊 啊 这里应该写left啊 从 还是从左边开始定位啊 那么top应该一样吧 top都是什么呢 122吧 好 好 left值的话 从左边开始定位的话 就是这样子的 是吧 左边开始定位的话 那么就是移过来就行了 是吧 那么选择变换选区啊 好 把这个拉过来是吧 到这里来 好 这个宽度的话是732 是吧 732啊 732 偏使 好 好 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这个就定位过来了吧 是吧 好 定位过来之后这个时候怎么样呢 我们看一下我们鼠标放在图片上 什么是变成手啊 是吧 因为图片上有什么 有A链接吧 好 那么鼠标放在这个上面怎么样 是没有手啊 我还是希望它变成手 怎么做啊 好 我们上课学了什么 有一个设置鼠标的形状的一个东西吧 叫什么 CURSOR 是吧 然后来一个pointer 这变成手了 这个手变成手了 好 刷新一下啊 这变成手了 就手了 好 到时候点这两个东西就行了 是吧 点这个它就翻页是吧 点这个它往这边翻页 是不是这样的啊 好 这个用程序来实现的 好 这个做好之后 接着我们来看下面这一块啊 下面这一块啊 下面这一块 下面这一块的话 那么就是怎么样呢 就是这几个点应该始终是水平居中了吧 如果是一张图片就一个点 是吧 两张图片就两个点吧 三张图片就三个点 是不是这样的啊 所以说我们用定位来做的话 定位来做定位这一点不行吗 我们可以把这个整体的容器给它定位下来啊 好 那么我们来 我说一下我的思路啊 那么首先的话是怎么做呢 把这个ul整体的宽度等于这个负极的宽度 是不是可以啊 然后把它定位下来啊 然后这几个li相对于它水平居中 是不是可以啊 水平居中啊 好我来写一下啊 这个point 这个点point的话 points啊 好我给它的什么呢 因为它是定位了吧 position啊 所以给它一个reality absolut是吧 然后的话 它定位完之后 它的宽高是由内容决定的吧 好 那我这个时候需要给它一个ys 百分之百 啊 为什么要写这一句啊 如果不写这句的话 它的宽高 是不是就等于那几个li的宽呢 明白没有啊 我给宽的话是相当于想 那li怎么样 相对于它居中一下啊 好我先写一下 大家看一下啊 好给它一个外观的color 给它来一个 好 给它来个gold 大家看一下啊 想要来个green吧 green 好 然后的话 然后怎么呢 它的高度是多少呢 啊 高度的话 那么就是这个圆的 每个什么圆的这个高度吧 每个圆的这个高度啊 好 那么的话 这个高度啊 大概是11是吧 11啊 11啊 11 那么height的话是11啊 11px 然后的话 给它来一个left是什么 left是0啊 然后top的话 给它定位下来 是吧 定位下来啊 就是它距离上面是多少啊 距离上面是多少 然后用bottom也可以吧 这时候没那么 没那么麻烦的是吧 bottom的话那么就是 9是吧 9啊 好bottom来个9啊 bottom 然后是9px 好 这样写完之后 我们来看它的效果啊 好 来刷新一下 那么是不是这样一个条啊 是不是做好了 好 这样一个条啊 那么如果说我不给这个宽度的话 大家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不给宽度的话 它就怎么样 它就没有宽度了吧 是没宽度了 为什么 没内容吧 对 没内容吧 因为这个div 怎么样 它是一个div吧 我说它这个ul啊 ul的话也是一个快元素吧 默认这个快元素怎么样 应该等于负极的百分之百是吧 但是我把它定位之后怎么样 它就变成了行内快了 是不是这样的 行内快的话 就没有百分之百这个什么呢 宽度 所以说我必须测一下百分之百啊 所以这句必须写上啊 好 写完都接着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整体的啊 整体的这个每个li是吧 每个li啊 好 它里面的li呢 我这个时候怎么样做呢 我就把每个li把它转换成什么呢 转换成这个行内快啊 如果是快的话 据中不好据中吧 好 把转换成行内快啊 Display Display给它来一个inline block啊 然后的话 让它们的宽是十一块 PX啊 好 高度也是十一PX啊 好 然后背景色的话 给它拿一个这个 背景色是这种颜色吧 默认是这种颜色啊 好 这个颜色 好 默认是这个颜色 然后怎么样呢 我说叫V啊 好 这个颜色 再来看一下这个效果 是吧 好 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默认是就是这样子的 是吧 这样几个方块啊 好 这样几个方块 那么很奇怪 它是十一 为什么 为什么就摆不好呢 是吧 高度也是十一啊啊 那么它中间还有间隙啊 好 这就是它什么呢 行内快的它的什么不好的地方吧 好 这个时候我们怎么样 把这个间隙先把它去掉是吧 去掉它就好了啊 间隙怎么去掉啊 在负极上面设一个什么呢 风的size吧 好 负极设个风的size呢 给它来个0 这可以了 给个0啊 好 子极又没有设风的size啊 这个时候不用设啊 因为这个里面没有文字是吧 没文字就不用设了啊 没文字就不用设了啊 如果有文字的话要设是吧 它们是不是摆在一起了啊 摆在一起了啊 好 每一个之间的间距看一下啊 每个之间的间距是 十一 就还是十一啊 好 十吧 十啊 给个十吧 那么每一个给个什么呢 每一个给个margin 上下不给啊 左右给个5px 是不是可以啊 给个5px啊 那么这个时候怎么样 它们是不是分开了 是不是分开了 是不是分开了 是吧 好 分开完之后 这个时候我想让它们整体居中 怎么居中啊 整体居中 它是行内块吧 行内块 相对于负极整体居中 水平居中怎么居中啊 负极给个text line吧 啊 这样子啊 负极给个text line 给它来个center 是吧 我去中了 好 去中了 是不这样的啊 好 那有人说你这个 你这个块是方的 我要圆的是吧 圆的啊 好 这里怎么做呢 这里一般我们是用什么 用这个 什么 用这个圆角来做的啊 用这个board 什么呢 radius啊 给它来一个什么呢 百分之五十啊 就是 它的半径等于它的什么 宽高的一半啊 这个时候是不是一个圆角啊 圆角啊 就变圆了 一般是这么做的啊 一般是这么做的 好 那么的话我们把这个背景色 把它取消掉 是吧 这样子 好 那么做完之后 这个是不是这样子了 好 那么的话 我们这种做法啊 如果在什么呢 在这个低版本的浏览器里面 这个什么呢 如果是圆角不支持的话 它会变成方角啊 会变成方角的啊 那么 如果做兼容呢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是这样的 我们叫 我们不做这个兼容 现在是这么做啊 那大家有没有听过一个词 叫做什么 优雅降级啊 优雅降级 就是说如果说这个 这个网页如果用户用低版本浏览器的话 看到的是方角啊 只要能看就行了 是吧 我们不做这个兼容啊 是这么做的啊 这样的话就促使用户怎么样呢 去用高法门浏览器啊 那么的话 这个过程的话叫优雅降级 就是说这个功能还可以吧 功能是不是可以实现呢 如果这个地方是方角的话 是不是还可以点呢 可以点 但是什么呢 这个地方不好看吧 是吧 如果你想好看的话 是吧 你怎么样 你升级浏览器就行了 是吧 好 这种做法叫优雅降级啊 目前很多方 很多地方是这么做的 比如说像淘宝 根本就不支持i18 以及以下了 是吧 淘宝网是吧 那么的话如果 基本上能看就行了 这个低版本的是吧 那么这个叫优雅降级啊 好 就如果说用户想看 你就升级浏览器 这样子的 啊 所以说我们这个圆点的话啊 是这么做的 那么如果说理想接融的话 是不是用图片就可以 可以解决这个问题啊 我用这个圆的图片 是不是可以做啊 那么这个什么 是不是可以接融啊 那么这个用图片做的话 是不是麻烦呢 而且是不是要多一个请求数啊 是这样的 多一个请求数吧 所以说怎么样 我们做到这种什么呢 像这种小碗点的时候 我们就这么做啊 用这个 直接用这个圆角来做就完了啊 那么如果是方的就是方的啊 如果地板本 如果是方的就是 让他方的啊 处处用户怎么样 去升级浏览器啊 好 这个做法叫优雅降级啊 再听一下这个 再学一个新概念啊 好 好 那么这个做法就是这样的 是吧 那么接着我们来看一下 这六个点什么呢 是不是做好了 做好之后怎么办 第一个点应该是什么 颜色不一样吧 颜色不一样啊 颜色不一样啊 颜色不一样这个点的颜色是怎么 是这个颜色啊 那么的话是这个 第一啊 好 那么一样了吧 破音纸下面的什么呢 破音纸下面的这个什么呢 破音纸下面的这个什么呢 这个 这个 这个题目是什么 都没有 然后他的 白管的 彩色是吧 哪个 这个 这个吧 好 刷新一下是吧 刷新载了 那么这个是不是做好的 好 做好之后那么接着来看一下这个 什么 这个点 是不是放上去也没有手啊 我也希望它变成手吧 那么一样的啊 就来一个什么呢 CURSOR 来个pointer 好 好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这个是变成手啊 好 那么这一块也做好了吧 那么的话前单就是做的 就是说在写借案之间 做到这样就可以了 做这样就可以了 就留到后面写程序了 写程序的话就是改变这个什么呢 Live的值 来动态的什么呢 还要写这几个什么呢 它的响应吧 是吧 来改变它的这个 当写的是第几章啊 好 那么布局的话 这一块就做好了啊 这一块就做好了 好 就是关于这个幻灯片啊 接下来的两块的话 那么更简单啊 接下来两块也把它做完吧 两块的话就是两个广告图片吧 两个广告图片 我们就用两个A标签把它包起来就行了啊 比如说这个是 好 这个是一个广告图片吧 好 Emerge 然后等于Emerge是里面的这个ATV01吧 是吧 好 这个是 或者等于什么 广告图片啊 好 这个的话应该也是一个以前的专题吧 以前的什么 已经 已经什么 不是当前的专题 可能是以前的活动啊 比如说这个是当前要进行的活动吧 这个广告图片可能是以前的活动 放到这右边是吧 也可以点进去是吧 好 这两个啊 这个是02是吧 好 这两个的话呢 看一下这个效果啊 好 放到这里来 然后刷新一下是吧 那么基本上都是放好了是吧 好 放好之后 那么大家记得啊 可能有人会出现一个bug是什么呢 就是这两个图片对不起啊 下面有这个空白啊 可能这个图片下面有会有一点点小空白啊 这个空白的话是什么呢 我们这个图片有一个什么 有一个bug 有什么bug呢 图片下面有一个三项素空白的一个bug 但是我这个地方怎么没有显示出来啊 有些人可能在有的浏览器里面会有啊 那么碰到这种bug怎么办呢 我们这么做啊 在这里面啊 在这里面把这个写一下啊 这里面写一下 写什么呢 这个image怎么样呢 给它一个display 给它拿一个block啊 好 那你这个什么意思啊 把这个图片找成block啊 好 这个实际上是没意义的 但是它有意义 就是什么呢 可以解决这个bug的问题啊 如果碰到这个bug的话 大家可以这么做啊 把这个解决掉啊 这个写一下吧 这个是解决啊 解决啊 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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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图片 像 三项素的 三项素 三项素 空白 的bug 它有这样一个bug啊 就它就对不起 它就下面有三个像素的这个空白 好 那么的话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 解决这个问题啊 如果你碰到这个问题的话 就用这种方式 把图片转成block就行了啊 把图片转成block 它就没有这个 没有这个问题了 好 好 这是关于这个是吧 这个 这个啊 好 那么这一块的话怎么样呢 还是什么 不是太难吧 还是反手 主要是反手吧 反手啊 然后你做的每一步怎么样 都要清晰吧 都要思想就清晰啊 然后一块一块地做是吧 好 我先把这块做好了 定位好了是吧 好 然后再做下一块啊 好 然后再说一下 大家做的过程中呢 就是说 刚开始做这个 做这个图的时候 肯定是比较慢的啊 就是说没基础的 或者是什么 刚开始学的啊 刚开始做的时候 肯定比较慢 那么大家怎么来做呢 是吧 除了我前面说的顺序之外 从大到小是吧 从大到小 从整体到局部 是不是这么做啊 从上到下 从左到右啊 那么还有点 做的时候怎么样呢 就是 大家做的时候啊 先慢不要紧 先慢不要紧 慢慢地做啊 碰到问题的时候 停下来 不要往下做了啊 碰到问题的时候 不要做了 就停下来 把这个问题解决掉了 再往下做 这样子 你做的时候 是不是可以积累经验呢 那么你下次 再碰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怎么样 你就知道怎么解决了吧 好 这么做啊 刚开始做的时候 不要什么 在乎它的快慢啊 慢一点 然后把每个问题都解决掉 碰到问题之后 马上停下来 不要想着 赶紧住 我要把其他东西 全部做完是吧 你赶紧住没意义啊 你这个问题 还是解决不了 这样子啊 碰到问题 马上停下来 解决这个问题啊 没解决一次怎么样 是不是积累一次经验呢 这样子的话 才能越做越熟 这样的一个顺序啊 好 大家做的时候 就这么做啊 慢慢的做 然后每做一步啊 空档问题就停下来 把问题解决 好 那么这个的话 就是关于这个 什么呢 这一块的 这个制作方法啊 这个应该是包括了 我们所有的这个支持点的 好 好 好 谢谢大家